可是茄子却很软很juicy 两个搭配在一起 刚刚好 家孩子一定很喜欢 金正姑娘也一样完全细缩了这个酱汁 再搭配这个咸咸的腊肠 哇这个组合很surprise到我 哈喽大家好 我是GN 陈佳燕 不是GIN 不是GIN你 是GS 母母爱你母母的 别怕噼里啪 我一变得更强大 元气慢慢母母的 耶 过年了 还有两个星期就可以准备吃团圆饭了 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卖食材 准备团圆饭了呢 那如果你还不知道今年团圆饭 要煮什么好料的话 你一定要看这一期 因为我今天教会教你怎么样零处艺 也可以煮出好一头 好吃又有创意的新年菜 保你吃了一整年都会行大运哦 母母的 第一道是名字非常好听的 四喜福袋 学会了就包你福气满满哦 所需的食材很简单 就包括了饺子皮 玉米 胡萝卜 黄瓜 虾仁 韭菜 步骤很简单 首先将饺子皮刷油 再盖上一层饺子皮 再刷一层油 重复大概8-10张 用擀面杖将饺子皮擀薄 上锅蒸8分钟 蒸好后趁热撕开 就可以备用了 接下来呢 加胡萝卜 黄瓜切丁 虾仁切碎 起锅热油 爆香葱姜 将玉米粒 胡萝卜 黄瓜丁加入翻炒 紧接着放入虾仁碎 加入一勺生葱 一小勺盐 适量的胡椒粉 翻炒均匀就可以备用了 韭菜千万不要切断哦 整个放入开水中灼一下就OK了 最后一张饺子皮 放入一勺馅料 包起来用韭菜 绑好就可以上桌享用了 新年少不了红通通的灯笼 怎么样才可以把灯笼结合食材 变成一道美食呢 看过来 所需的食材有 茄子 肉末 葱花 胡萝卜 首先 入末加入一小勺盐 一勺料酒 一勺鸡精粉 少许胡椒粉 搅拌均匀备用 将茄子对半切开 用筷子顶着茄子边切片 七片一组 往茄子片里塞入调好味的肉馅 起锅热油 放入塞满肉馅的茄子 小火慢慢炸 炸手捞出 在小碗倒入三勺番茄酱 一点点盐和白糖 小半勺白醋 适量的清水 倒入平底锅 小火熬制浓稠 最后 用胡萝卜摆出灯笼的造型 淋上酱汁 撒上葱花即可 最后一道花开富贵 一听就知道多么的喜气啦 所需的食材 有腊肠 金针菇 粉丝 葱花 首先 腊肠切片 金针菇铺在碟上 摆上腊肠 中间放泡好的粉丝 接着小碗放入姜蒜 小辣椒 盐 生抽 蚝油 搅拌均匀 再淋上热油 酱料呢 铺在粉丝上 大火蒸6分钟 最后 出锅 撒上葱花 淋上热油 就完成了 小辣创意新年菜 就这样煮好了 看上去简直五个字形容 色香味俱全 话不多说 马上试吃 首先呢 是这个四喜福袋 四喜福袋呢 里面有四种食材 分别代表了 福路寿喜 云以美好 今年吃个好彩头 财运滚滚来 哇 这个四喜福袋 看起来超级精致的 它口感很丰富耶 有蔬菜的脆度 也可以叫个鲜虾的鲜度 来啦 我们快点点酱汁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 不要点这个酱汁会更好耶 因为这个酱汁呢 有点盖过鲜虾的鲜味了 酱汁方面呢 如果你不想选择 我今天除了选择这个鲜汁啊 也可以选什么 酸米辣椒啊 酱油都可以的 根据你喜欢的选择就OK咯 好 下一个我就选择这个 哇 这个超像灯笼的 脏灯结彩 它就好像今年时候哦 我挂在我家门口那两粒 圆圆的灯笼那样 有没有很像 超级像的 它的肉我放到超级多的 这个脏灯结彩呢 有个很好的寓意 就是说 希望大家可以 脏灯结彩 红红复获 有没有很棒很贴心呢 来 我要试一口啊 超开胃的那个酱汁酸酸甜甜 很搭耶 因为炸锅的关系呢 这个肉呢 表面上是脆脆的 可是 茄子却很软很juicy 两个搭配在一起哦 刚刚好 而且呢搭配这个酸酸甜甜的酱汁 这个组合超配 小孩子一定很喜欢 来到今天最后一样菜肴 就是这一道 花开富贵 之所以称它为花开富贵 是因为这金针菇 好像花一样 散开在这个碟子上面 再搭配这个腊肠 每个华人新年都一定会吃到的传统食材 我不懂口感和味道怎么样呢 超期待的 哇 我已经闻到那个很香的那个 姜蒜味道了 说到粉丝呢 它有个寓意 就寓意日子呢 细水藏了 哇 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菜哦 超开胃这个粉丝 来 然后金针菇 还有这个辣肠 我个人真是很爱金针菇了啦 金针菇也是一个很能吸收味道的一个食物 两个mash在一起啊 金针菇也一样完全吸收了这个酱汁 再搭配这个咸咸的腊肠哦 哇 这个组合很惊讶到我耶 以后可以考虑金针菇叫腊肠 再放这个酱汁哦 真啊 虽然呢 离团圆饭还有两个亲戚 但今天呢 尝试了这三道 创意新年料理过后 我真的好像在吃这年夜饭那样哦 好啦 这一集到这边就结束了 大你别忘了保障下来 在除夕夜当晚好好大展伸手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拜拜 包你吃了一整年都会醒大运哦 不不大 不不大 天到死我 你也变得更强大 天到死我 哇 这个是一口吞的食物 一口吞很漂亮 不要 这一口吞很漂亮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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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